是這張照片 民眾被開罰1200元 你看出哪裡有問題嗎 當時沒有下雨 我也覺得燈光沒有昏暗 所以沒有開大燈 就這樣被檢舉 4月6號陰天 中午12點多 民眾開車行金台南市 仁德區中正路二段 他說當時沒下雨 所以沒開大燈 竟然遭到檢舉很冤枉 向議員投訴 這才發現 同時段同地點 27件開罰 現在的檢舉達人那麼多 是覺得被開得很冤枉 同樣氣氛難平的 還有這位爸爸 因為他的兒子 10月8號 下午1點41分到46分 騎機車從永康區中正南路 也就是台一省道往南行駛 短短5分鐘內 被開了9張罰單 原因是在 騎機車道間 變換車道未打方向燈 以一張1200元來算 要繳10800元 刀交條例規定 違規時間相隔未超過6分鐘 即行駛未經過一個路口以上 舉發才以一次違憲 但騎士經過多個路口 即使申訴也會被駁回 讓這位爸爸覺得很不合理 你用這麼招牌 來抵你交通我最不合理 檢舉案件倍增 台南市交通大隊統計 今年1到10月 民眾檢舉交通違規 十大路段排行榜 光是永康區就有6處 總計檢舉35000多件 佔64% 其中第一名的中華路 10個月來有7000多件檢舉案 民眾很有感 我自己也是被檢舉過 不祥荷包大師寫 警方呼籲只要遵守交通法規 就不會被檢舉達人盯上 TVBS新聞顧守昌 台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